師傅 也來掌祝師傅 還有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台中和平的陳雪茵 師傅 我曾經聽我們講過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健康時間 我的健康時間就是這支麥克風 所以今天真的是提起很大的元氣上來 因為師傅說要突破 再突破 超越 再超越 這是我第三次來參加這個禪修 就是禪西的課程 我真的很緊張 我就想說把這三次的 參加禪西的心路歷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次是去年的 也是這個時候 那時候正好我們那個 霸王韓友來襲 我就記得那次非常的 大家都穿了很多 那 那一次來 就是我們同時有一些 把友一起過來 然後 第一天的 我記得是斷食 然後又是都是金座 所以第一天下來 我就感覺 真的是又冷 腳又痛 真的是覺得很辛苦 所以第一天結束之後 心裡就是有盲聲說 趕快回去 要不然再這樣受不了 那好在因為有大家 土修一起過來 真的也沒有人走 所以我就這樣 蹭蹭蹭蹭蹭 蹭蹭七天過來 也真的很不容易 把它撐到結束 那結束之後 我就想說 解脫了 我下次再不會再來 那回去之後 就是 真的就是很累 會在床上 會覺得要吸什麼酒 才會起床 那可是 那個 就是 這邊有點緊張 那可是就是 在那個結束之後 我 我就回去 就想說 這幾天都是在音程 都沒有好好的把師父講的 那個傳講 還有開師好好的聽 所以回去之後 就開了音檔 開始聽師父的 這些傳講 跟開師 那 慢慢的這樣聽下來 就覺得說 哇 師父裡面 講了好多 我想要的法 在裡面 可是我都沒有好好的聽 所以就 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把那個 師父的音檔 就是 所有的 他們傳講 跟開師 都把它找出來聽 然後 聽完之後 我又 知道說 師父他有在講 那潛心 所以 我跟我們家師兄 我們就開始 在 演任勤 那其實 對我們來講 任勤 他應該是 算了不 很難的經歷 因為 我們真的 一點 或許 金屬都沒有 所以就 想說 好 沒關係 就反正 師父講的 我們就 來聽 所以就從2013年 能任勤 開始 拼起 那 剛開始 拼的時候 真的 心裡 就是覺得說 這些都是我們 沒拼過的 一些法 然後 真的有一些 我學歷詞 很基本的 我們也都不會 比如說 像什麼 一針法戒 什麼 便祭所執 原誠詩 啊 這些 我們真的 都完全不懂 就有請問 我們那個 法友 他還笑說 這兩個 其實 整個都不懂 就改變任勤 可是我們還是這樣子 就是 慢慢的聽 慢慢的聽 因為那個 師父 他就是會 深入 淺出 把這些法 慢慢都 帶進去 所以後來就覺得 而越聽 好像越入心 所以就從那個 大會菩薩的 一百零八問 開始聽 就這樣一路一路 一直聽過來 從開始 兩個人聽就是這樣 贏了贏了 我看你 你看我 都不知道 是在講什麼 到後來慢慢有 好像慢慢理解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過來之後 我們就決定 並再來參加那個 第二次的禪期 就是暑期的禪期 那第二次來 其實心裡也非常的 那個 平靠不安 因為第一次的經驗 真的是讓我嚇到 所以第二次來的時候 也是真的 也是很大部分時間是在忍耐 說真的 但是因為可能環境比較熟了 那個我們就是修的那個法 也已經比較熟悉了 所以就比較OK一點 就是這樣子 然後把第二次的禪期 給圓滿了 然後回家之後就想說 這樣也不是辦法 每次去都用剪刀 所以回家之後 我們就 按照那個 古延寺禪期的這些 修法的這些 課程 我們就 開始在家裡 就是 按照這樣子操作 就是每天有做大禮拜 靜坐 還有就是 嚴經 修本尊 這樣子下來 後來就慢慢把那些 禪修本裡面的東西都 真的是有比較融入下來 所以這一次來參加這個禪期 我們是抱著一種 心情非常愉快 非常喜悅 這樣子來參加他這一次的禪期 那當然在這個 這一次來的時候 那個心情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不管在打坐 或是修等存方面 都覺得 雖然 真的還是跟自己的腳在打架 但是就是說 已經 心比較能夠按住了 所以 修起來 整個心情的轉換 就是不一樣 尤其 這一次來的時候 就是在修本尊的時候 因為在這個 很莊嚴的大殿裡面 然後那個 譬如這那佛 又在我們面前 然後又非常棒的音樂配合 所以在做那個 內觀大禮拜的時候 馬就覺得整個身心都非常的融入 所以在這個中間 會覺得自己身心 都起了很大的變化 所以這次來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說 這個五元寺這個房 真的是 法傑事務的房 真的是我們想要的 好 那我就說到這裡 那我真的要感謝一下 我們 就是我們的 常住師傅 他們非常熱心的關懷 還有我們這些內部 給予我們非常多的幫助 那還要讚嘆一下 我們這次的同學 真的大家都很優很棒 謝謝大家 謝謝雪玲師姐 心中有道 就不害怕 把她學習的過程 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好認真喔 然後因為知道事發 自己願意花時間 有步驟 用對的方法 去學習 謝謝師姐 講得很清楚 讓我們順利 辛苦 謝謝 請那邊